哈囉大家好我是羅卡 各位不知道有沒有感受過 自己在剛進到一家全新的職場 心情總是會有一種特別興奮的感覺 像我自己就曾經在幾家公司做過業務 每一家公司的產業其實都不太一樣 對於產品跟一些整個產業的邊邊角角 通常也都印證了 隔行如隔山這一句話 不過人嘛 時間很有限 不可能把365行真的行行通通給他做一遍 也正因為如此體驗不同工作的一日系列影片 才會如此的迷人 透過鏡頭的捕捉跟濃縮後的劇情 真的就可以感受到 每個行業他們有趣跟辛酸的地方 為了這一些是因為今天要來分享的這款遊戲 Balming Simulator 23 Switch的版本 它就是屬於一款模擬類的遊戲 可能講模擬農場會有比較多人知道 那這是一款結合農場跟畜牧相關的模擬遊戲 在這邊你可以種田收割販售 養雞 養養牛 養養豬 聽起來跟牧場物語有點像 但卻是完全不同的遊戲 因為它著重在於更深度的模擬 裡面有上百種世界知名的製造商 所製作出來的農具 雖然我對於這些品牌都不是那麼熟悉 但是這些農具 以我之前去三星的朋友家看到的 就跟那些大型的機具是一模一樣 都是務農人家會使用到的東西 也就是說只要玩這款遊戲 就可以體驗到更真實的農場生活 這些大型機具全部都可以親自的去操作使用 那遊戲一開始會有兩塊土地可以選擇 除了地圖的位置安排的不太一樣以外 其他我是沒有太大感受 兩個我都有玩了好幾個小時 那在剛開始就是建議 不管選哪一張地圖 一樣都是要走一下教學流程 除非自己原本就是農家土地 對於這些事情比較熟悉 不然第一次面對這麼多的務農大型機具 大開眼界以外剩下的大概就是滿頭問號 那剛開始他會給我們四台的牽引機 就是那個輪胎超大像越野車的工具 這個異影機又稱為牽引機或者拖拉機 本身是沒有太大的作用 後面要拖上不同的工具 才能夠在農場裡面發揮能力 不過異影機也是有分大小台的 萬一太小去拖太重的東西 工作起來的效率就會變得起差無比 那剛開始是不太需要煩惱的 因為他還會配給我們一台耕耘機 一台播種機 一台切刀器具 跟一輛拖車 四個器具都會幫我們配上剛好的異影機 所以大小台重量 至少在一開始是不會出什麼太大問題 基本上就是跟著教學流程走一遍 他會教我們從耕耘農地 買種子播種 作物到成長可以收成的時候 再派出切刀把作物給收割下來 最後上拖車 看是要拿去賣掉還是拿去喂喂小雞 就基本上可以做出基礎的作物跟作 那這邊的話我要分享一個心得 就是第一場我在玩的時候 真的是搞不太清楚 各種農業機具到底要做什麼用 我也沒有意識到裡面賺錢的速度啦 會有多快多慢 剛開始就是他給的啟動金10萬美元 我是馬上拿去買了一輛汽車 跟一輛對高機 說明是完全沒看的喔 自信心超級粗的那一種 我的內心小劇場是這樣啊 旁邊我有兩機 他們會生蛋 當然會變成一大盤一大盤 堆在戰板上的東西 所以我看到戰板會想到什麼 當然就是堆高機啊 所以我就買堆高機 把這些戰板上的蛋 想把它弄上去 弄到其他交通工具 再拿去賣 這樣子一定會賺大錢 那交通工具適合長什麼樣的來裝呢 對就是看上這台汽車的造型 長得有夠像後面可以載東西的感覺 結果搞了半小時以上 堆高機是順利的把蛋給升起來的 但是無法上車 身為那一個頭腦靈光的小夥子啊 我馬上看了一下魚兒 打開商店的機具 再看了一輪 哇塞 居然有拖車 那我用汽車去拖這個拖車 應該就可以順利的 載一堆雞蛋去賣了吧 最後呢是汽車也沒辦法拖拖車啦 仔細看好才發現到 那個跟我在收成作物的拖車 根本就是同一台 所以我白買的 然後汽車的說明呢 我走算也繼續看了一下 他是寫說 有了他以後 你就可以更快的移動到想去的地方 我的白眼大概翻到北極去了 翻給自己的 早知道啊 就先看說明就好 初期根本不用浪費這些錢 堆高機撐起了雞蛋之後 直接再去賣就是完全OK 那存過一次 當然不能夠再存第二次 對吧 後來呢 就乾脆決定 直接全部重來 反正教學流程都已經跑過了 該怎麼自動化 應該會拿手不少 一開始的錢 買對東西應該會對整體的進度 比較有幫助 索性啊 直接重來之後 直接買起初始 切刀更寬的切刀 直接把播種的機器也買得更大台 計畫呢 就是錢賺的快才可以發展的更大 因為他光是種植植物的分類 就超級多種 大麥 小麥 油菜 燕麥 玉米 大豆 馬鈴薯 高粱 棉花 葡萄 像日葵 那田地呢 也不是只有剛開始那幾塊而已 有了錢以後 可以大買特買 直接都當成大地主 那隨著各種不同的天氣 跟不同的氣候 也可以成為最強的農家子弟 當然還有 撕肥 除草 作物保護 等各種不同的工具 可以運用在務農的日常生活 只有適當的利用每一個工具 每一個環節 才有辦法種出更多好一點的作物 那還要注意 下雨下雪這種天氣 收成就會錢得慘 那以為大地主全部種好種滿就夠了嗎 還沒 遊戲中還有序幕 跟林業兩個可以發展 豬 馬 牛 羊 雞 除了剛開始就會給的雞窩以外 其他都還要存錢 就把他們的養殖廠買下來才可以弄 動物本身也會有年齡空間 健康狀況等等的 照顧好可以產出更多的產物 養馬可以煉好 它可以煉一個更強壯的體貨 這樣就可以賣出一個比較好的價格 養牛可以產奶 奶也可以賣 或者是再拿去加工 雞 會生蛋 把蛋拿去賣 也是一種不錯的賺錢方式 初期比較缺乏資源的時候 就算忘了養雞 其實也不會有事 那林業的話我是完全沒有碰到的 因為光是看到的說明 就指著 伐木是一件非常有鑽頭的職業 它不用像農業需要注意那麼多的變化 但是它需要的就是操作機械的技術 需要有一定的程度 然後最大的重點就來了 需要大量資金 好耶 談到這一點我直接先投降了 感覺就是先剛好務農跟畜牧這塊就好 以我的觀察啦 玩了一二十個小時的精度來看 要成為農業畜牧林業其中一方的霸主 要投了的時間可能就會相當苦關 以上呢 所有講到的工具都可以自己親自的去操作 可是久了難免興奮度也會降低 所以也會增加一些作業感的感受 但遊戲非常貼心 又為大家準備了一個AI人工智慧 這個人工智慧就蠻有趣的 就像我們前的員工來代勞一樣 只要把對應的機具開到董田旁邊 放下耕耘機啟動好人工智慧 它就會開始收錢辦事 全自動化的整整齊齊 幫我們把整片田地耕耘好 那波董機也是 切刀也是 全部都設定好 就可以省去很多操作的時間 只是機具在停放的時候 只要擋到路或者是被擋到路 就會停下來 所以在利用人工智慧操作的同時 不相關的機具 停的是越遠越好 省得發生一些更多停下來的麻煩 那像車子要去商店拖新買的機具 也是可以用人工智慧 設定好目的地 讓它自己開過去商店的位置就好 賣座物是直接設定好 去哪裡賣 什麼樣的座物 直接按下開關 它就會乖乖的把事情辦好 後續操作的東西 越來越多 也會相對越來越忙 所以這個人工智慧 就可以好好理取依賴一下 以模擬的遊戲來講 它的畫面雖然不是非常豐富 有超級多的細節呈現 但該有的農具跟一些操作邏輯 東西的因果關係 都有非常好的設定 像是施肥可以增加作物的產量 過度期也可以種一些油菜籽蘿蔔 等它長大再把它壓回土地 變成肥料就好 早早再長 除草機也可以來 這些東西不用也沒有什麼太大關係 一樣可以耕種 一樣會有收穫 只是再說著的表現 就會有不同的差距 當然也不得不說 這種遊戲雖然你增程度很高 可是非常持頻率 對於喜歡體驗不同職業的玩家來講 就像是挖道寶一樣 可以深度去了解更多行業內的東西 加慢的節奏 也可以讓遊戲帶一點知識 也可以得到一些比較放鬆的效果 像我自己在玩的這幾天 一般就是會讓主機直接休眠 隨時打開來 就可以隨時再進到農場裡面 讓他們成長一下 對於機具的不了解 造成遊戲中發生一些好笑的事情 也是費了不少時間 在研究他們怎麼樣才可以更好 其中有一些是我自己碰到比較不解的事情 例如他的時間算法 一天從早到晚 不管你睡還不睡 直接就是過一個月 每個月份也會因為氣候的變化 產生出不同的畫面感受 該下雨該下雪 該讓植物變點顏色 整體的表現算是還蠻亮眼的 但有一個問題就是 遊戲的預設是限時時間的10倍速度 它會影響的是遊戲中時間流逝的速度 可是車子在移動 農業的機具在作業的速度 完全是不會被加速的 等於是你的時間調的越來越快 你的土地可能就要變成好幾個月 才有辦法完成耕耘 反而你把時間調為 跟限時時間一樣的速度 這些農業機具相對的就變成非常有效率 從早到晚能夠完成的事情就變得超多 整體就是最慢跟限時時間一樣快 最快可以調到90倍速 該調快該調慢就可以臨場的來發揮一下 操作的預設我也會建議開始先進去調一下 像是視角轉動的速度 車子再轉的方向 我是認為預設有一點太快了 調慢一點會比較好開 畢竟很多農業機具轉向輪是在後面 開起來就跟開對高機一樣 它的轉彎速度非常短又非常快 預設的轉向速度太快就比較不好控制 掌機的話 哎呀我這次玩了超級久 認真覺得它設計給兩大手機 跟Switch的好處的就是這樣 介面大小很夠 你在看這些文字非常的OK 那在掌機上面看得清楚以外 也有完美的支援到觸控功能 各個抬頭顯示的區域 基本上都可以用暗的來控制 操作起來就會變得非常直覺 我在玩Switch版是偶爾會遇到卡一下的狀況 那它的卡不知道是不是在讀畫面 還是後台在處理些什麼樣的東西 整個畫面有點像是當調的感覺 卡在同一個地方 各位如果說有看到 千萬別直接關掉遊戲 因為它通常卡一下下 就會直接解開會不正常 所以你如果直接中途關掉的話 反而會浪費進度 整體玩起來節奏雖然比較慢一點 但我個人相信還是有非常多死而大部分 因為不少喜歡模擬的愛好玩家 追求的就是擬真擬真再擬真 以這款Balming Simulator 23來講 的確它有達成這樣的要求 有機會就自己來體驗看看 一致農場除了 玩遊戲就好 不用出去曬太陽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在下面的喜歡 並且分享 也別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洛卡 我們就下次影片見啦 掰掰 Bye-bye ube speeds be Four Four Foo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